最近央視推出了 歌頌大陸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的紀錄片 好 這其實是在他們的 黃金時段播放的 雖然說沒有看到說 習近平的畫面 但是這其實都是 習近平的談話跟他的思想 還有分析一些 中共黨員幹部的修養 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當然就是要傳遞統一思想了 不過北京獨立學者季豐 他有不同的看法 這是他接受自由亞洲電視台的訪問 就表示了 大陸國家官方播送的 習近平電視節目 應該是一年前就已經先寫好了 還說這代表的是黨內有野心家 其實就是暗指黨內派系鬥爭 相當的嚴重 接下來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 美國總統拜登 他上任即將要滿月 而且他現在第一場G7峰會 也要登場了 白宮透露了 他其實跟其他國家領導人 除了討論如何對抗疫情之外 還討論了包括疫苗生產的分配 更說應該重新更新全球的角色 另外還劍指大陸說 應該要應對大陸接下來的經濟挑戰 另外拜登其實也即將和日本 印度 澳洲等國展開四方會談 不過對此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就警告拜登說重整四方聯盟 是非常嚴重的戰略錯誤 還說拜登可能因此阻止 中國大陸的主導地位 還引發跟北京的一連串對立 但顯然大陸的警告 並沒有對拜登發揮任何作用 接下來看到的這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這非常搶手 是貴州的茅台酒 但現在居然搶手到不止酒 很多人想要搶著買 居然連紙箱都能炒作 現在茅台酒的紙箱 居然炒到一個比酒本身的價格還貴 一個要2200元台幣 根據中國的證券報的記者說了 他在春節期間走訪實體店鋪 這一瓶供訂價1500元以下的 貴州茅台酒 在春節期間居然炒到了 6474元台幣 其實對此茅台公司 他說希望電商 不要設置消費限制的門檻 現在有些電商更是因為 很多人在炒作 很多人在搶買 推出了實名制 還設置人臉辨識 就是要防止黃牛刷單搶貨 但其實我們說到電商 大陸的電商 真的是製造很多奇蹟 現在還登上了 美國時代雜誌的版面 這是美國時代雜誌 他們公布了百大次世代領導人 他是大陸的一個銷售網紅 直播主李佳琪 其實他在2019年 雙十億的購物節當中 創下了大約40億新台幣 新人的直播銷售記錄 也因此登上了 時代的次世代領導人的名單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大陸新聞 再平衡 請離開 再平衡 我們請完成